好,回來,這個是3月19日的啤梨晚寶 我發現了一個產品,似乎很受歡迎 就是這個肉乾 我一向都知道,話說 我有些網友在美國、加拿大等等不同的地方回來 有時候都會買些手信給我們的 你們聽見都不要生氣 其實我收了七、八包的肉乾 我吃了一包、兩包 我吃不了那麼多 我心念一轉,打個價錢拿出來買 那次我發覺,為甚麼都沒有了? 他們就買完了 我說幾個客人買?一個客人買,還是幾個客人買 幾個客人買的 你們都這麼喜歡吃肉乾 我上次馬來西亞真的很好吃 但我就不會搞的 有時候我也很後悔,很多事情做死自己 恨死隔壁就無謂了 話說,這個是我們一個很忠實的網友 就在我們附近 一個商場買給我們的炮局 那來自馬來西亞 我們當然吃過 真的我們在馬來西亞 那時候其實呢 我們帶團去馬來西亞 我都一見到這隻東西 我都覺得這東西有得做 但我計一計 因為其實香港的情形 是甚麼都可以有得做 也都是甚麼都沒有得做 你要計一下自己的付出 那些結果我當然沒有做 結果有人拿到來,在香港買 那真是好的產品來的,就是炮局 那我現在呢 今天我突然拿出來 為甚麼呢? 不是要銷售的 是因為我很肚餓 因為我下午呢 吃了個湯飯 那湯飯呢 就不是很多 我又吃不到 可能沒有吃完 因為它比較少 又不吃完 我又沒有吃完 但是 都是肚餓 每次吃湯飯都 所以現在真的說肚餓都很苦苦 剛才其實我呢 但是吃三個天很忙 如果不是呢 我就應該會做個 這是甚麼味道 原味 是嗎? 對,應該不是 焦糖 焦糖 最有很多味道 它有些鹹 它是好吃的 如果不是那時候 我們不想做 如果不是呢 就做個 做個刺 然後做個燕窩飯 那晚又要吃飯 有吃有燕窩 好 好了 我們說了這麼多 我們呢 盡快呢 真的無謂答誤大家 那麼多時間 網友今天跟我說 不要這樣 我說 你快點搞PATREON 等我們去給你錢 好 我心想 是 好像我們老友 現在在台灣旅遊幾年的 一生港 他也有一個PATREON 他也是沒有特別的東西 放上去 那些人真的只是給錢 那樣 當然我覺得 我們搞點都有幾個 不給錢 十個八個 對 但是 現在連贊助 都很害怕的 我不是害怕 我們說 愛國愛黨 我當然不害怕 我是害怕你們這些人 不知道什麼人 入了168元 98元給我 只會撕我 大哥 不會吧 很難說 現在很害怕 大哥 怎麼會你不害怕 好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 那昨天呢 其實行政活 就是昨天這個